回去看一下数学栏里面有个大乐透的历史资料下载 那这个连结底下上面这边就有一个历史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开奖号码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这个是2019 11月的19号 今天是21号两天前开奖 那一直到哪一天呢你会发现它历史资料全部都有 到这个是第一页到57页 57页的话就到2004年的第一次开奖是1月5号 有没有这边那里面的话总共有57页 那57页问题来了我要怎么样把这些资料 全部都汇到eSale里面去 汇到eSale网页变成eSale 否则的话呢你要怎么统计 你资料在网页吧 所以其实怎么样把它汇整到eSale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有一个专有的那个名词 就是叫网路爬虫 这个也是一个专业的技能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可以自动爬资料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人工不断的在复制贴上 不然的话你不会的话你可能就要复制贴到eSale 复制贴到你要贴57次 而且如果下一次你要重新统计另外一个网站的话 那你不是复制贴 每天都复制贴就好了 所以他浪费时间了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把这57页 全部都汇整下来 并且汇整下来 并且可以最后做一件事情 统计大乐透历史资料里面 哪一个号码出现的机率最高 也可以做个排名 这个是真实目前正在用的资料 回去的话也许有兴趣同学可以试试看 这东西其实很有用 现在很多金融机构都很需要有人自动帮你去 为什么因为全球有这么多股市资料 期货资料或者金融资料 那你要怎么样第一时间做一些统计分析 不是用人工 而是用自动化的 甚至加上AI 自动判断 自动产生报表 那是最需要的 当红的这个方式 所以回去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 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下一次的话 那来讲这个部分 如何快速的把所有资料 从网路上捞下来 OK 试一下 回去 那今天就先讲到 所以今天的作业 就是把那个五个按钮给做出来 并且绞交作业就OK了 好 好 感谢观看